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槍擊衝突加劇 一名嚴重受傷的兒童 是連日暴力事件的最新受害者 德國警方在柏林搜查超過20棟建築物 他們與一個負責運作清親子組織有關 這個組織曾經被護的特尼斯難民 涉及12人被殺的聖誕市場攻擊視點 在北韓領導人的同父義母慶長金正男被殺後 南韓建議暫停北韓在聯合國會籍 幾百名以色列定居者佔據了一排房屋 抗議被當局驅逐 同時以色列安全部隊被派到附近地點戒備 意大利埃特納火山在2017年第一次爆發 在星期一晚噴射出明亮的紅色融蟹 太陽莊 enjoy